大家好,现在重庆白宫馆这个地方之前就听说过了 然后今天我们过来看一下要预约的 能不能进得去的话就要看预约怎么样了 然后我是坐公交车从李子坝那边坐公交车过来 十公里开了一个半小时 路上走走停停,我差点都吐了 因为这个好长时间没有晕过车了 我估计这个开车的师傅应该也是个新手 他是一脚油门停一下,一脚油门停一下 所以说摇摇晃晃的路上特别难受 终于到这个地方了,行我们先去约吧 公交车直接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停车场里面 然后现在那边应该就是进口 这个小车是不是到渣子洞那边的 我等下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白宫馆的大门口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山,这个山叫哥勒山 海拔600多米 我们重点是看这个白宫馆 这个山的话好像也有所到 已经进来了,预约非常快 比那个皇冠大扶梯要好很多 差不多一分钟之内就能搞定 然后现在已经进来 我往里面边走边看 现在看到的是徐建业列1921到1948 这一进来就要开始爬楼梯啊 那我估计走不全 下山,这爬楼梯泪成狗 下山下山,赶紧下山 他这个就建在这个山上 白宫馆就是当时国民党最高的那个什么 监狱 关了很多烈士在这边 下山,这一进来就要爬楼梯啊 在我预料之中 出来了 这里面一进去就要爬楼梯啊 然后估计首先你进去要爬个大概50米高的海拔 在这个半山腰上有几栋房子 然后再往上爬150米就在那个山的半山腰上 嗯,那还是很高的 那吹只海拔150米的话 你要爬到那里要好久的 然后往这边走一走啊 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 刚才那个车我问了 它是开往那个叫炸子洞景区的 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吃过饭以后 就直接在这里就坐车去炸子洞 早上来的时候坐的就是这个210路 嗯,这个车的发车班次 我在这里大概半个小时了 走了至少有三四趟车 发车班次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早上坐的那个车 那个司机师傅肯定是个新手 真的,他开车的时候 一停一开,一停一开 就一脚油门踩,踩沙汁踩油门 就这样反反复复等着 我这个是十年不晕车的人 我今天差点都晕 晕车在车上差点都吐了 现在在下点毛毛雨 嗯,还行吧 只要雨不下太大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这边这个房子是一个大的食堂 然后我刚才大概瞄了一样 就是说里面吃的东西贵不贵我不知道 反正菜应该挺多的 嗯,就在这里先简单吃个饭吧 吃个饭然后再去扎子洞 不然等一下到了那边 你的景区也没有其他什么吃的 就这里是个大食堂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就在这里随便吃点吧 再从这个角度远距离看一下白宫馆 这里面当时还关了一个叫小萝卜头的小朋友 嗯,他一共才到八岁 他是我国最年轻最小的一个一名烈士 因为他当时在这里就是 小朋友他小孩他从刚出生下来就进来了 就被关进来了 然后他因为他小孩嘛 所以说他基本上也不怎么管得太严 可以自由活动 然后就为那个革命烈士们传递情报 后来被发现了 八岁的时候就牺牲了 所以说这个小朋友为什么叫他小萝卜头呢 因为他在里面营养不良 你想小孩对吧 吃的又不好 所以说营养不良 头大身子小 所以人们都叫他小萝卜头 所以说这个非常最年轻的一名革命烈士 已经进来了 看一下这里的菜还是可以的 这荤菜是12 价格说实话不贵 我点了一个猪头肉 这还猪耳朵 这个豆干也好吃 这是我打的菜 一共是20块钱 已经吃饱了 我从10点50进来到现在将近11点半 吃饭的我一个 现在前面有个小姑娘正在打菜 你看到没有 里面有厨房间可以现场炒菜 凭良心讲 我在景区看过那么多的景区 能把景区的菜做的这么好的 这恐怕认第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了 特别的好啊 价格也不贵 才20块钱 一婚一素 然后就在这个白宫馆的停车场的旁边 嗯 就是好多游客可能都不知道 他从里面下山以后可能就坐大巴车直接就走了 所以说 像这么好的景区食堂的话 应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记得那次去故宫的时候 他故宫那个五门那边也有大食堂 但是他那个有多贵 三四十块钱一份菜 还是玉制菜 那个根本就不能吃 他这个都是现场炒制的 所以说口感味道是非常好的 行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 谢谢 谢谢 谢谢